有牌流氓 你不要拿 我殺你了不起關兩個月 什麼狗子 殺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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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所門口男子高分被嗆警察 玻璃市怎麼勸都沒用 員警只能強硬執法 把他壓制上銬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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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等下筆錄裡面 看你想怎麼講就講 都被制服了 胡錫男子情緒依然激動 熱下又改口說別人要殺他 但幾分鐘前可不是這樣 深夜一名無性男子 站在派出所前 無端被路過的胡錫男狠凳 還嗆他看什麼 我包包裡有武器 遭嗆民眾原本不理他 但胡錫男卻又回頭 被害人嚇得跑向值班台求救 結果男子從嗆路人 變成了恐嚇警察 因為他的兒子 已經跟他惹太多事情了 他已經不想再管了 他是不是為了你的問題 還很擔心 嗆警妨害公務恐嚇 北檢裁定1萬元交保 但18號一早 其實還要開民事庭 因為前年6月 胡家瑞開車撞死了 親大博士生 還燒對方的筆電 高院上個月依殺人罪 判刑18年 民事賠償部分 原本要開庭協調 法官問湖南的父親 有沒有意見 胡爸爸說 對被害人父母感到抱歉 會要兒子能賠的錢就賠 自己退休金每個月只有2萬 積蓄早就被兒子花光光 自己精明一事 就敗在這個兒子 現在管不動了 要兒子自己面對後續法律 以及賠償責任 記者楊啟昊 邵紫陽 新秘書的 會計劃 オン